多後與美人14%的民調怎麼看 這個跟我看到的民調不大一樣 當然現在有很多種民調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會很有信心 在這個地方往勝利的方向前進 不過我覺得現在是國民黨因為人選還沒有出來 據我們現在看到民調好像是中小平是最強的 所以最近我看很多的候選人都相當的積極 所以我也是要跟他們祝福加油 希望未來在選戰裡面有機會可以正式的跟他們對決 怎麼看說民眾黨邱承遠跟與美人如果都投入選戰的話 那對你會比較有利 我是聽說民眾黨好像柯文哲還想要把候選人喬掉吧 就是說有人非常的積極有意願想要投入中正萬華 其實這段時間我也看到邱承遠委員 也很關心萬華地區學校的教育等等的 但據我瞭解他現在深陷黨內的困難 因為好像主席還蠻希望把他喬掉的 所以我希望他也是可以努力加油 我也呼籲各個政黨其實有年輕優秀的人選想要出來參選 不應該因為政黨之間的算計啊 禮讓啊等等的把他搓湯圓搓掉 這樣是蠻可惜的 那怎麼看民進黨現在爆出這個性騷擾案是吃案 而且這個許家田的態度啊就是有點 還問他反問他說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跳車 怎麼看這樣子的性騷擾案 這題我想問吳佩毅 就是我想問佩毅也想問林非凡 就是當初你們懷抱這麼大的熱情 來加入的民進黨 那個初心還在嗎 他們還是你們當初請全心全意要為疫情努力奮鬥的那個政黨的初心還在嗎 有沒有改變呢 這件事情我想社會都有公平已經是這麼清楚了 不要說只要他黨的性騷擾案呢 這個你們就炸鍋 然後呢你們自己黨的這個性騷擾案呢就蒸發 OK 我覺得這個是要嚴肅以對的 我希望所有的這個人民都好好關注一下他們處理的態度 Dancing for the educación 所以像我善narcontact 副總統姓高 Lin幫人嗎 黨問題要怎麼調查呢 謝謝你啊 你在說要來了嗎 gebru Tamomen 我認為說的都是很尚的 或者在說多少 不覺得到你 沒有碰ko holder 剛剛聽到賴主席提到願意誠實面對問題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很期待另外的表現 相信賴主席在2020總統大選黨內初選階段 蔡英文總統和他的勢力 曾經指派網軍攻擊您的政治立場親中 您也曾經呼籲總統不要再指揮網軍了 而民進黨在2022地方選舉勢力之後 還是不檢討網軍問題 相信賴清德主席 您不再深究此議題 是因為未來這些網軍能夠為您所用 還是您已經忘記 網軍曾經對您個人 還有台灣民主所造成的傷害了 第二個問題是跟108克剛有關 剛剛賴主席有提到 對於2030雙語國家的質疑表達了 願意欣聽學生、家長和第一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然而在108克剛已經有許多人提出批評了 確認見到執政黨聽到大家的聲音 並做出實質改善 想請問賴主席未來如果有幸當選總統 要怎麼改善民進黨現在傲慢的習性 謝謝 好 謝謝你剛剛提到誠實面對問題這個概念 我剛剛一開始有報告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在臨床工作上面 其實醫師是必須要誠實面對病人的病情 還有誠實面對數據 還有誠實面對治療的反應 這個是基本的態度 所以我在擔任立委市長或是院長的時候 甚至現在副總統也是這個情形 那你剛剛談到的這個108克剛 當然一定會有發生這個許多問題 那我也 我也 我也有聽到 我也知道 大概社會上對108克剛所反應的諸多問題 那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教育部他們正在進行這個檢討 檢討的這個事情 那未來我會特別關注 因為教育是百年大祭 關心的國家的未來 那這部分我一定會注意這個事情 簡單跟你說明 美人姐想跟你請教 就是說你今天是穿這個白色的衣服 那你未來會不會希望有藍色的色彩 就是幫你來站台或之類的 就希望國民黨他們來可以讓你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以武黨籍來選中政王的話 是必非常會 這一題你應該問其他的政黨 因為我的立場已經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OK 北方在那裡 好不好 願意跟我一起往北方走的 歡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另外想問一下 因為你在2020年的時候 擔任那個清明黨的那個總統的發言人 對不對 那當時候結束之後有說其實很後悔 也認為說政治這個水是很深的 那怎麼現在有這樣子轉變呢 所以我才會說我經過長期的自我反覆的扣問 那麼我也很知道說這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經歷過那個經驗 對 所以最後是確定了 那麼我才做了這個決定 對 我不是一時頭疼腦熱做這個決定的 好不好 應該這樣講 我的直北征告訴我 北方在哪裡 但是 我的直北征沒有告訴我 往北方的路上 我會遇到多少的坎坷 我會遇到多少的風暴 我現在所想到的 所有的攻擊 搞不好都是 將來我要遇到的千倍跟百倍 但是 我的方向很清楚 我的方向很明白 我就是勇敢的朝我的方向一起走 如果各位選民認同這個方向 請跟我一起走 謝謝 好 在我感謝各位媒體之前 讓我先感謝上天 感謝上天降下甘霖 這真是一場即時雨 我們非常感恩 今天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想親自擔任一個大家心中理想的立法委員 在我的認知裡 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機構 它應該是我們國家最明智最堅毅最有見解 也是最懂的人民心聲的地方 在立法院 我有非常的榮幸 認識各黨各派的好朋友 他們都非常的優秀 也非常的值得我敬佩 但是 他們披上政黨的色彩 進入國會之後 我也非常了解 他們的困難處境 政黨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給了他們非常多的支援 但是 當他們在執行立法委員任務的時候 政黨也給了他們很多的限制和包袱 政黨給你的好 都是要還的 我出來參選 也要還 也得還 但是 我要還的是 中正萬華的人民 我希望 能夠和各位選民 一起打造 多采 多資的國家 我希望能夠把新的生命力 新的活力 注入國會 我 承諾 我將把人民的聲音 帶進國會 最後 容我再強調一次 現在的國會 是屬於政黨的國會 它 已經遠離人民了 請 請 請 把藍色還給蒼穹 把紅色還給玫瑰 把綠色還給青草 把白色還給劉雲 把國會還給人民 把幸福留給台灣 拜拜 我是雲美人 以上是我的參選聲明 謝謝大家